好 氣象時間我們帶您看到說到週休 夏秋 今天高溫炎熱 各地還是要注意的是 午後一直到晚間 容易出現一些雷震雨的雨勢 今天的直播鏡頭一早帶大家來到 是高雄紫關區的赤坎海堤來走走 我們來看到現在天氣不錯 陽光也露臉 高雄在今天溫度方面 高溫是落在33到34度左右 其實昨天受到這個低壓影響接近的靠近關係 再加上南方水氣也多 所以昨天高雄市一度是有降下豪雨等級的雨勢 部分地區還出現積水 不過今天我們說到高雄市長的補選投票日 清晨到上午這段時間 高雄地區上半天天氣是相對比較好的 那麼午後的部分 雨勢會比較加大一些 提醒大家出門 別忘了待吧 嬸 好 再來看到的是這色調的強化硬圖 還有低量降水圖 我們來看到今天上午 大多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那麼由於太平洋高速力 堅強的犧牲影響之下 整體來說 除了說昨天和今天水氣比較多 未來一週大致也都是晴冷穩定的天氣 不過在雨區預報部分間 南方水氣偏多影響 主要確實是偏東風到東南風 所以陰風面 像在花東地區還有西半部地區 午後雷劍雨的機率就比較高 那麼西半部的話 就是花東 恆春 半島 這些降雨時間比較久 下雨的範圍比較大 而且時間拉得很長 會持續到晚上 尤其今天西半部 這個雨勢是稍稍長長的 還是有機會來到大雨等級的雨勢 所以提醒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短時的強降雨要多加留意 那麼溫度方面在今天各地高溫普遍落在32到35度左右 所以北部 大臺北地區 極部的溫度還是有機會來到36度 提醒大家多注意一下午後這氣溫上面的變化 中間電腦? 我今天會看著有後期的威脅 最近要是有第一次的威脅 所以這次看著這次威脅 希望你會讓你覺得 對於時間 讓你更多乘 你們喜歡這次威脅